解放軍再度穿越了台灣海峽中線 頻頻越過海峽中線 爭獲了共機36架次 其中17架次逾越了海峽中線 在有關台海形勢的新聞報導中 我們經常會聽到一個詞 海峽中線 最近兩岸再次就海峽中線爭執不下 台海中線 已經維持了兩岸的現狀 幾十年了 它就是一個兩岸現狀的代表 台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 根本不存在什麼海峽中線 海峽中線到底是一條怎樣的分界線 它對兩岸的政治格局又有什麼意義呢 海峽中線又叫做台海中線 它的歷史要追溯到國共內戰之後 在1940年代末期 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戰敗 前往台灣 與此同時 二戰後的美國為了確保它在亞洲的優勢 把軍事防線推進到亞洲的沿海 也就是由美國和盟國控制的第一島鏈 而台灣就位於第一島鏈的中間位置 戰略地位十分重要 被譽為不成的航空母艦 國共內戰爭地位十分之間 國共內戰爭地位十分之間 1950年6月韩战爆发 为了避免美国两边作战 杜鲁门总统宣布台湾海峡中立化政策 派遣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 开始了海空侦察行动 这一方面是为了防止北京武力犯台 另一方面也劝告中华民国暂停反攻大陆 在这份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中 美国承诺协防台湾、澎湖、金门和马尔 从此也就形成了两岸隔海分治的格局 这份条约签署一年后 驻台美军在台湾海峡的中央 画了一条虚拟的防空警戒线 用司令戴维斯的名字命名称为戴维斯县 这就是我们现在经常听到的海峡中线 2004年台湾时任国防部部长第一次公布了海峡中线的地理坐标 尽管海峡中线不受国际法的约束 中国政府也从来没有承认过海峡中线的存在 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北京与台湾保持着默契 双方的军机都很少越过这条分界线 在那时的避免认可持续 因为询队比较强 而且有力量地跨到台湾的阶段 但在其中央阶段 在这两边的预约都已经尊重到2020年 不过两岸之间的这种默契 偶尔也会面临危机 比如在1999年 时任台湾总统李登辉发表了《两国论》 他认为台湾与中国有一种特殊的 国与国的关系 北京认为 它的目的是支持台独 于是派出军机 数次逼近了海峡中线 近20年来 随着中国军力逐渐提升 中国军机在台海的活动范围 也在不断扩大 东部战区 近期在台岛周边海空域 组织州军兵种部队 系列联合军事行动 今年8月 在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之后 中国展开了最大规模的环台军演 在这期间 中共军机多次越过海峡中线 这意味着 未来穿越中线 可能成为一种常态 在台湾中线 它是一种各样的传统 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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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访学者担心 最近这些穿越海峡中线的行动 已经模糊了军事演习和真实战争之间的界限 一旦擦枪走火 不管对海峡的哪一边来说 都将是一场灾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